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港驻澳大桥自开通以来 已迎来第一千万辆车辆通行 这一数字反驳了之前称其为鬼城桥梁的报道 接着,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的TikTok 评想者如何巧妙地利用热门话题和标签来讨论政治话题 他们的创意和勇气吸引了大量原本不关心政治的观众 最后,缅甸的反对派外交部长 敦促中国停止与军政府的武器交易 指控这些武器被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地区内的重要发展 也展示了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和参与政治和社会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自从五年前开通以来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 港驻澳大桥已经迎来了超过一千万辆车的通行 南华早报揭示了这一惊人的数据 2021年就有326万辆车通过大桥 日军车流量达到8900辆 这个增长被归应于疫情后边境的重新开放 和为香港车主推出的无配额计划 这些数字是为了回应美国之音将该桥称为使用率低下 并称其为鬼魅桥梁的报道而发布的 这座工程奇迹的使用情况 似乎在悄然改变住人们对它的看法 从一个被认为显有车辆通行的鬼魅桥梁 到现在成为一个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车辆穿梭 骑上的繁忙通道 在另一个领域 CBC报道了社交媒体 影响者如何利用热门话题和标签来讨论严肃议题 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人选侵犯的信息 Emira Serpain所谓在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秀中 走秀的黑人跨性别女性 利用和我一起准备视频为Masha P. 掌声institute头馆 该机构是一个为黑人跨性别人士 提供知识的倡导团体 来自乌克兰的TikTok创作者Valeria Shachana 则在她的生活日常视频中 以幽默的方式分享战争内容 尽管社交媒体平台如TikTok和Mida 拥有Facebook和Instagram 对不当或具有争议性内容设有规范 但这些影响者仍在寻找创新的方式 来包装他们的内容 吸引观众关注政治议题 与此同时南华早报还报道了 缅甸反对派外交部长 敦促中国停止与执政军政府的武器交易 缅甸全国团结政府NEG 自称为缅甸的流亡官方政府 已向北京发出了这一请求 并收到了回调 但尚未得到实质性回复 报道指出 中国是军政府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之一 NEG誓言将发动更多无人机攻击 作为对军政府施压的军事策略的一部分 这一行动凸显了国际社会 在缅甸问题上的复杂立场 以及各方在这场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元面貌 从一座连接3D的大桥 见证住区域交流的增加 到社交媒体影响者 在敏感立体上的创意表达 再到缅甸政治局势中外交努力的复杂性 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创新 连接和挑战的当代图记 在这个充满变幻莫测的世界里 有些人选择追寻自由和冒险的生活 而有些人则在技术和产业的前沿 开拓新的增长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令人振奋的故事 从马来西亚的Sisai Haran or Esme 到日本的Yuto Katawaka 再到中国在氢能源供应链中的潜在主导地位 南华早报带来了Sisai Haran or Esme的故事 这位勇敢的女性离开了马来西亚 选择在加勒比海上扬帆远航 寻找自由、冒险以及所谓的软生活 在她的Instagram账户上 Sisai分享了她的旅行日记 展现了对于探索世界和追求简单生活的渴望 她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旅行 但是关于年轻亚洲人如何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来追求个人的幸福感 而不是不懈追求职业成功的典范 而在日本时报报道的是 关于Yuto Katowager的胜利 这位日本高尔夫球手 在DP World Tour赛事中以63竿的成绩 赢得了ISPS和Championship in Japan的冠军 在太平洋俱乐部举行的比赛中 以适中低于标准竿的成绩 领先第二名三竿 这标志在欧洲DP World Tour赛事 重返日本的胜利 Yuto的成功不仅是个人荣耀的象征 也展示了日本高尔夫运动的活力和潜力 另一方面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中国在氢能源供应链中 潜在的主导地位 据Street T.J. Texas的CEO David Dowell介绍 中国在2021年生产了3300万吨氢气 占全球供应的30% 并通过大力补贴国有企业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绿色氢气 正逐步成为全球氢经济的主导力量 中国在钢铁、化工和水泥等重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以及其庞大的国内市场都将助力中国在全球氢能源供应链中占据利息之地 从Socied的自由追求到Yuto在高尔夫球场上的卓越表现 再到中国在氢能源供应链的潜在主导地位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世界图景 无论是个人的生活选择还是国家在全球产业中的竞争 这些故事都向我们展示了探索未知 追求卓越和创造可持续未来的无限可能 在日本一系列影员注目的事件正在塑造着国家的未来和文化面貌 从政治选举到创新酿酒业 再到电动滑板车事故的激增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正在变化中的社会 首先这片《Times》报道了日本三个关键下议院补选的投票开始 这些补选是继一系列涉及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秘密基金丑闻后的首次全国选举 这场丑闻无疑对党的形象造成了打击 而这些补选的结果将被视为对该党支持度的一次重要检验 选举检举结果预计将在深夜揭晓 届时将们看到这场政治风波 是否对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 Makayasa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那就是位于日本度假圣地 尼塞科的尼塞科酿酒厂 推出的大雄酒标准版 在伦敦举行的2024年世界杜松子酒大奖赛中 荣获经典杜松子酒类别的顶级奖项 这款杜松子酒使用了来自尼塞科 安努普利山的地下水和13种植物 包括在尼塞科种植的八仙花和日本薄荷 自2021年开业以来 该酿酒厂已吸引了超过11零名游客 并希望通过其产品吸引更多游客到尼塞科 为当地社区做出贡献 然而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South China Mooning Post报道了日本 在放宽电动滑板车驾驶规定后 电动滑板车事故数量激增了6倍 根据国家警察厅的数据 自从允许用户无需驾驶执照 即可驾驶这些车辆以来 6个月内发生了85起交通事故 造成86人受伤 这几乎等于在规则变更之前 3年零5个月内记录的事故总数 随着电动滑板车用户数量的增加 和公众对相关交通规则认识的不足 交通专家警告说可能会发生致命事故 这些故事共同描绘了一个多面的日本 一个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的国家 从政治舞台到国际酿酒大赛的胜利 再到城市交通安全的挑战 这些变化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通过选举来应对政治危机 还是通过推广本土产品来促进旅游 或是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新挑战 日本都在不断地适应和进步 展现出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会面貌 随住极端高温的来袭 泰国的电力需求在周末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这个东南亚国家在周六的电力需求 飙升至36、356兆瓦 超越了之前的纪录 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预计将是最热的地方 一些地区的温度甚至达到了44度 泰国公共卫生部报告称 今年该国已有约30人因与热相关的疾病和死亡 相比之下 2023年的死亡人数为37人 在曼谷日子数在周日被列为非常危险 促使当局发出警刚局发出警告 呼吁人们避免户外活动 泰国有史以来 记录的最高温度是在2016年和2023年 分别达到了44.6度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初创公司 episode 6 6正计划在今年扩大旗在香港的业务 以满足对虚拟支付技术日益增长的需求 南华早报报导称 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 米切尔·姜米特表示 公司还将把中小企业贷款作为增长的一个领域 一六已经与赔明和万事打卡合作 并且得到了汇丰银行的支持 与此同时 南华早报还报导了香港的天气预报 该市在未来一周将经历更多的雨水和雷暴 然后在本周末之前迎来炎热和晴朗的天气 香港已经遭受了超过10天的雨水和风暴的侵袭 促使天文台发出了多次警告 临近的广东省也经历了强降雨和洪水 导致人员伤亡和流离失属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广东省预计还会有更多的雨水 伴随着大暴雨 冰雹和龙卷风的风险 这些报导揭示了不同地区因极端天气事件而面临的挑战 从泰国的高温警告到香港和广东省的强降雨和风暴 而在金融科技领域 Episode 6的扩张计划则显示了虚拟支付技术的增长 以及中小企业贷款作为一个潜在增长领域的重要性 这些事件和发展不仅反映了当前的社会和经济趋势 还凸显了在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和拥抱新兴技术方面的挑战和机遇 随住假期的脚步逼近 各地迎来了不同的挑战和期待 在日本早片Times报导说 今周假期的第二天 日本迎来了一年中第一个夏日般的高温天气 许多地区的气温超过了25度 有些城市至达到了30度 这样的高温似乎也为假期增添了一丝热情 数百万的旅行者不畏酷 踏上了国内外的旅行路程 踏上了国内外的旅行路程 这一现象不仅展示了人们对于假期出游的热情 也凸显了在面对自然挑战时的乐观态度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法国 Seltian Morning Post带来了 关于香港见机冠军张家朗的最新消息 张家雷正积极准备在巴黎奥运会上 未免他的冠军头衔 他的教练格雷格里·科尼格表示 张家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但也面临着比东京奥运会时更大的压力 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众矢之地 为了帮助张家朗应对这种压力 科尼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将他搬到一个可以过上更正常生活的训练营 并确保他在奥运村的房间里有空调 张家朗在法国还将有训练、伙伴 这些都是为了帮助他在比赛中保持最佳状态 而在菲律宾由于极端高温和吉普尼斯基的 全国性罢工Japan Tansans报道 政府决定暂停所有公立学校的面对面授课两天 这场热浪迫使成千上万的学校暂停运作 并发出健康警告 许多菲律宾学校缺乏空调设施 学生们不得不在炎热且通风不良的教室里苦苦忍受 这一措施凸显了极端天气对教育的影响 也反映了当前社会面对自然挑战时的应对策略 从日本的高温假期到香港建计冠军的奥运准备 再到菲律宾因热浪暂停面授课程的情况 这些故事展示了人们在面对自然和社会挑战时的 多样化应对方式 无论是通过调整旅行计划精心准备竞赛 还是暂停学校课程以保护学生健康 这些措施都体现了人类对于挑战的适应能力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25 抗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